活了30年 才知道吸管还有这些妙用 一鞋带坏了 不用的吸管剪一小段 冲好的一端穿过去 接着用火烤刀收紧 就修好了 二把吸管剪下一截 用打火机将吸管一侧封口 用这个吸管 分装一些洗发水等洗户用品 再将另一端封口 这样做不仅干净卫生 而且鞋带方便省力 三下水道口堵塞了 用剪刀在吸管上剪出小道次 孙静下水道 就能带出很多头发和杂物了 四吸管含数交叉 用胶水沾好 用来收纳化妆品 好看又实用 五将一根吸管竖着剪开 将另外一根用带口卷起来 把刚才剪开的吸管套在上面 这样带口就封好了 六拐弯的吸管从中间剪开 这样就能更好的秘分泡面了 先用卷笔刀把吸管剪成螺旋状 可以将杂乱五张的线固定在一起 把吸管插进秘方袋里 用嘴轻轻一吸 储存食材超方便 就把吸管从草莓底部插入 草莓底就能轻松去除 食拉量坏了不要扔 将吸管套在上面 剪去多余的部分 再竖着剪开 在里面涂上胶水 这样来练就修复好了 只要把吸管放在火上 烤成带一圈的卷曲状 放入水中冷却 把头部剪下来 然后用弹力绳把它们串成一个圈 个性而时尚的头绳就这样做好了 12剪一段吸管在熨斗上按成小饼 烧红铁针栽两个小孔 可以用来做扣子 13水杯外面沾一圈双面胶 一次把五颜六色的吸管沾一圈 中间放一个小蜡烛 关掉灯天纳 这也太好看了吧 没学会就收藏 关注慢慢学